2017年王赫帝在综艺真人秀节目 超次元偶像最终获得总冠军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一直以来出演了不少人气作品 你知道王赫帝演过什么电视剧吗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王赫帝最火的十部电视剧 包括苍蓝爵今日宜加油理智派生活浮屠园 流行花园江夜二玉龙等你看过几部呢 王赫帝十大经典电视剧 一苍蓝爵 苍蓝爵公认是王赫帝最火的电视剧 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仙女小兰花与月尊 东方青苍意意外互换身体 由此产生的一段甜蜜交织的爱情故事 王赫帝在剧中饰演男主角东方青苍 本剧播出后大受好评 不仅获得了新时代最佳海外传播剧集 2022微博十大热门电视剧 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年度人气剧集等多项荣誉 还成功发行至全球二今日宜加油 王赫帝哪部电视剧好看 细说小编推荐这部《今日宜加油》 该剧改编自郭百珠的漫画高斯电子公司 讲述了一群职场人在大城市 高发集团中发生的无厘头去世 本剧当年获得了江苏省优秀电视剧二等奖 王赫帝在剧中扮演高发电子 公司企划三部的新实习生白马帅 他是飞马集团董事长白照义的独生子 是一个想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获得成功的低调富二代三理智派生活 理智派生活也是王赫帝主演的电视剧中 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 该剧讲述了理智冷静的33岁职场遇见 沈若欣遇到细腻温暖的职场萌新奇小后 两人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考验中 并肩成长并收获甜美爱情的故事 由他和秦岚主演王赫帝在剧中饰演奇小 一位性格细腻体贴温暖的职场新人 他将地戏男友奇小演绎的十分接地气似浮屠 原 不知道王赫帝哪部剧最好看 浮屠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该剧根据由四姐的小说《浮屠他改编》 讲述了权倾朝野的招定司长银笑多与先帝 理财人不应勞勇敢地反抗命运和封建礼教 互相扶持历生死难关赢得自由的故事 王赫帝在剧中饰演爱冷内热 雷霆手段之下仍然不舍正义的笑多 他为了给双胞胎弟弟复仇而冒充其身份入宫 忍辱负重地从最底层小太监攀至权倾朝野的地位 五 流星花园 流星花园是王赫帝电视剧《大权》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2017年他作为固定嘉宾参加优酷视频偶像 进阶式 北特综艺真人秀节目《超刺眼偶像》 最终获得总冠军比赛期间他被柴子平清点 获得出演电视剧《流星花园》的资格 剧组进行演员培训 之后从三万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饰演道明家族的继承人F4的首领道明斯六江夜两 王赫帝十大电视剧之一的江夜二是一部古装玄幻剧 该剧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江夜 承接上部剧情讲述了宁缺在未婚妻桑桑被指为 冥王之女将士后不惜与天下为敌 携手桑桑不离不弃对抗命运的经历 以及宁缺带领人民抵御外敌侵略的成长历程 王赫帝在剧中饰演男主角宁缺 他洒脱不羁重情重义恩必还仇必报 在战火中成长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七玉龙 玉龙是助学丹和王赫帝主演的电视剧 改编自成光游戏 讲述了龙王与小丫鬟流营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 王赫帝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玉驰龙岩 他是上古闲竹龙族单传血脉的唯一龙王 有霸主之气但面对爱情 却似一个情斗初开的青涩少年 好奇心众喜欢听戏文琢磨人生百态 一次重伤意外被人间夏侯府的丫鬟流营所救 后两人彼此产生了感情 八战火中的青春 王赫帝的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 是一部青春励志革命历史剧 讲述了以成家树林华俊叶润明叶润清等为 代表的一众青年学子及知识分子 新华使命文化抗战的热血故事 王赫帝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清华学生成家树 他是京城富家顽固子弟刘美三年思想西化 父亲让他报考清华 但他并不想听从父亲的安排 直到遇到了才女林华俊 他才改变了这一想法 九大凤打羹人 大凤打惊人是王赫帝电视剧中的又一大IP 根据卖爆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改编 王赫帝在剧中饰演男主角许七安 原是一名现代警察擅长行针破案后下海经商 因酒精中毒身亡 穿越成为大凤王朝经兆府下辖长乐县衙的快手 他机缘巧合得到了道尊一流 下来的古代大梁王朝国印气韵进一步加强 大姐将林前夕与怀庆双修获得大凤几乎全部国印 时以爱为营 王赫帝主演电视剧《以爱为营》 是他和白鹿合作的都市言情剧 根据竟将文学城窍遥的小说错聊改编 讲述了财经记者和霸道总裁 之间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两人一起分析行业 交流观点借助新媒体渠道 将最新的金融资讯带给读者 二人也共同面对投资与采访 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挑战 两颗星在一来二去的交锋中慢慢靠近 小 桑 冷 继续